大家好 欢迎来到尽快评节目 我是明镜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中共官媒出大事 习近平遭封杀 马英九大赞中共防疫 舆论炸锅 中共想把海南岛打造成另一个香港 外资会买账吗 大陆货运行业面临惨状 30日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 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召回当日出版的数百万份报纸 因其中一篇文章里面露了习近平这三个字 在当日 人民日报的第五版上 有一篇署名为任评的整版评论 第七自然段第六行 本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不小心漏掉了习近平三个字 变成了以同志为核心 很多人戏谑说 人民日报把习近平整没了 人民日报号称是中共的第一喉舌 一向是吹捧习近平的急先锋 这次可摊上大事了 相关人员急发通知 要求对这期报纸紧急停发停投 要求就地封存并销毁 以投地的部分不予收回 但需上报接收单位名称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北京地下收藏市场闻风而动 涉事人民日报迅速从废品收购价 飙升到数十元甚至百元左右 但依然一报难求 报纸的回收数量估计高达三百多万份 全部回收会导致至少上百万元的损失 一位前媒体人表示 经济损失对人民日报来说不算什么 但这是一个重大事故 就看中宣部以上 甚至习近平本人怎么看 反正这个事儿 至少都是中办的人问习本人的意见 如果他要大发雷霆 那就是大事 有网友说 不知又有多少官员锒铛入狱 甚至人头落地 一战书刚到贵州上任时 贵州日报头版新闻第一篇报道 结果报纸被召回 总编被处奔 这回人民日报总编可悬了 还有网友说 以前我去报社实习 老编辑和我们实习编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 一个记者把中国写成中华民国 结果一教二教 则编签字 总编签字 都没有发现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 整个报社从上到下都被处理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事儿是真还是假 但是在中国是很有可能的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正在中国大陆展开记组之旅 30日参访武汉防疫展览时 他大赞中共防疫成果 还称台湾政府处理武汉包机 给中国添麻烦 令舆论哗然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招 柯建明在脸书上表示 马英九这一趟 负中国之行 丢光台湾人的脸 30日 马英九突然改变形成 参观了中共武汉档案馆的抗议展 公开视频显示 展馆内摆满了 吹捧中共抗议胜利的宣传品 马英九称赞说 武汉疫情初期控制得好 没有大幅向外扩张 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对于马英九谈及武汉包机一事 柯建明说 当年的状况很清楚 台湾政府想将短期滞留 生活上不方便的台湾人 赶快从封城的武汉接回来 但第一班武汉包机 很多旅客根本不符合 紧急需要帮助这个条件 后来双方积极沟通 才有第二批第三批武汉包机 让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弱妇孺 能回台湾 在马英九看来 这是给中国造成困扰吗 对于马英九公开替中共防疫站台 柯建明批评 这简直是丢光全台湾人的脸 全球因新冠肺炎已有超过700万人死亡 连中国自身也因防疫政策失误 断送了数十万中国人民的生命 然而 马英九身为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大言不惭地投中共之所好 说出如此没有示威的发言 各国媒体若以此为提报导 全世界因新冠肺炎受苦的人民 会怎样看台湾呢 台湾这几年在国际上营造的形象 一席之间被马英九就摧毁了 时事评论员 严成沟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马英九此行 也有为国民党来年的总统大选助选的用意 希望透过与中共的勾兑 营造两岸和平气氛 使国民党亲共反美的政治立场 得到更多民众响应 可惜马英九的政治素质太差 把一个访问行程搞得是乌烟瘴气 不但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 甚至因为吃相难看 恐怕将使国民党失去更多的选票 日前 海南官方宣布 2025年底前 实现海南全岛封关运作 分析认为 这是中共毁了香港后 打算重造一个党控制下的自由港 但是外资会买账吗 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 王毅武对第一财经说 所谓封关运作 指的是要在海南全岛建成一个由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 封关的概念可以简称为 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所谓一线放开 是指放开海南和全世界的联通 二线管住 是指以后海南自贸港和国内的联通是有管理限制的 但他说管理的对象主要是货物商品 而不是人员 对此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讲座教授叶耀元认为 从报道上看 好像是要把海南岛变成香港 这说明习近平把香港自由经济 法治搞垮了 其实是影响到共产党的某些利益 不要说洗钱了 本来可以做一些自由的运作 现在都没法做了 但是香港有民主派的诉求 中共是容忍不了的 目前中共金融中心的上海 又等同不了香港的地位 所以习近平想要用海南岛去重造出一个自由经济区 可以吸引外资来投资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你今天这样去玩 当初香港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你不让做 再造个类似的经济特区 国外的资金买不买账呢 我觉得这都是存疑的 他认为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 中国目前的经济非常不好 中共想要以此来刺激经济 在国内低迷的经济环境下 先把钱吸进来 吸进来之后再说 外界认为 海南岛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而且关键是没有法治 在这样的前提下 很难吸引买资 想要把海南岛打造成另一个香港 只能说是中共当局的痴心妄想 叶奥远表示 习近平好像是在向右转 可是这个右转 到底是真右转假右转 现在没人看得清楚 因为口号是右转 实质上是不是真的右转 不知道 会不会跟国内私企一样 就是以后共产党会把手伸到所有私企或外企去 这都是可能的 中共去年12月突然放弃清零政策 但至今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回暖的迹象 一位货运司机讲述了当前面临的惨状 他说货运行业是最内卷的行业 吴军是安徽人 他现在与妻子住在苏州吴江区 妻子在纺织厂工作 孩子在老家由父母照看 他天天开着伊威科中巴车 在货运行业做了三年 专门跑江苏、浙江、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 吴军在疫情最开始时 2020年选择做货运司机 疫情时虽然风控很严 但是他为了生活还是坚持货运 他说 有疫情的时候反而比较好干一点 好多人心里面怕这个病毒不敢干 他当时因为风控拉货 过程中有很多不便 也经历过被隔离在家半个月 虽然损失了七八千块钱 但是当时跑一趟活 获得的运费很高 他说 疫情的时候价格高 货主自愿加价 正常来讲200块钱的活 那会儿有的再加200 没人干再加 加到最后到好几百 或者1000多 2000多 三四千 四五千 像去年上海疫情挺严重 后来轮到苏州 苏州到上海 平常260块钱的货运费 到那会儿都已经涨到 一万多 两万多 三万 疫情三年时 工厂等企业还坚持生产经营 因此货运行业也可以维持 今年争过新年 他回老家休息了一阵 正月十五以后 再次来到苏州 这回他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 他说 过完正月十五以后就不行了 我原以为今年疫情已经彻底解封了 应该会蒸蒸日上的 但是没想到突然间就没有活了 年前和年后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长江三角洲的昆山以前被誉为世界工厂 但近几年外资企业一个一个的撤离 今年入住当地近三十年的富士康 也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 昆山往日的荣景不再 吴军说 昆山今年走掉了不少场 还有苏州吴江这边 整个长江三角地区都走掉了不少场 外企一旦撤资了 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 他上下配套的那些小场 以及门店 基本上倒的倒 搬场的搬场 他们都走掉了 那我们活肯定就少了 我们主要就以服务那些上下配套的小场为主 为他们往大厂送货 大厂都走掉了 小厂肯定也生存不下去 我们就没活了 今年的货运行业不及去年的一半 妻子上班的纺织厂早晚也要搬走 现在是干一天算一天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尽快评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